當歸加燉飯會是怎樣的滋味 這道十三香樂眼當歸燉飯 選用紅棗、川窮、生鬚、當歸、枸杞、桂枝、黃旗、甘草等熬燉高湯作為醬汁 搭配香料樂眼中西風味合併美味又獨特 這個是我們的十三香當歸樂眼燉飯 那它裡面用到的中道材主要就是有當歸 然後還有一些川窮、桂枝、黃旗等等的新香料 去組合而成 那是非常適合在冬天的時候可以來做享用 因為其實烤肉是大家也是很喜歡的一個小吃跟美食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肉的醃製的過程當中 也用到很多中式的元素 比如說用醬油或者用十三香去做調味 所以整體的呈現風味上來說是非常受大家喜歡的 因為其實我們覺得當歸這個食材 在台灣人的生活當中是很熟悉的風味 那我們想要用這樣的中式風味去跟西式的料理去做結合 所以今天在我們餐點裡面呈現的餐點 都是比較偏向中跟西的風味去做合比的 其實我覺得大家對於西餐的風味來說 都覺得是很新奇想要去嘗試不一樣的味道 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樣的風味 用大家傳統印象中就從小在吃到的味道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把中跟西的味道一起在日常的餐點中就可以做呈現 同樣中西風味融合的還有這道蟲草香鱸魚做野菇青蔬熱沙拉 吃得到北蟲草的Q脆口感 店內經典招牌剝皮辣椒香海鮮原汁面也是用料實在口口令人滿足 因為它這次裝潢看起來還滿溫馨的 而且食物真的很好吃 它那個鱸魚煎得很香 那個皮這樣脆脆的 然後那個燉飯它大概有加一些比較不是西式的香料 吃起來味道滿特別的 而且很豐富的蔬菜 還滿特別的 我吃過一次它那個當歸的燉飯 對 還滿特別的 像我常常如果一個人出來用菜的話 我就會選它的燉飯 它的燉飯 立命生命 很有嚼勁 我真的是很嚼勁 我自己是覺得 它醬汁的口味滿特別的 我本身就是比較喜歡吃麻辣 所以我是給香麻辣口味的 對 那它吃起來就是香香麻麻的 然後它的牛肉 咬起來很有口感 那北蟲草它吃起來口感QQ脆脆的 那是一般在中藥材當中比較少見 而且它是可以直接拿來做生食的 就是做食用的 我們最受歡迎的 剝皮辣椒海鮮原汁麵 那這一道裡面用到比較特殊的食材 就是有來自於花蓮的剝皮辣椒 那跟其他想要去做集合這樣 那裡面也有用到螃蟹醬 這些比較偏向中式的醃漬的風味 採用屏東縣嘉東農會 蓮霧果粒醬製成的氣泡飲 還有經典的檸檬塔 是韜客吃完熱食的清爽小點 連結了生活質感和幸福感 那飲料的部分這一道是我們的透紅夾人 透紅夾人我們選用了屏東嘉東農會的 蓮霧果粒醬還有蓮霧的糖醬 那會研發這一道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蓮霧在生長的過程當中 會有相當多的裂果 那加東農會我們協助它把這樣的裂果 變成是加工品 那進而再把它研發成到大家日常常用的調飲類 這樣所以對於說我們進而研發出這道透紅夾人 它喝起來的風味我覺得會有一點酸甜的風味 那微微的有點蓮霧香氣 那加上我們用了氣泡下去之後 會增加它的清爽感 堅據美味與人文溫度的用餐體驗 是店家想給消費者的感受 加上獨特料理也時常吸引國外觀光客來嘗鮮 夏綠慶它當初創立的就是想要營造給大家的一種 公園旁邊那個小綠洲的遺像 那可以讓附近的上班族或是居民 在中午或者是晚餐時段甚至是下午茶 可以到這邊來做一點放鬆心情 那而且我們研發出來的料理 可以讓他們對一種很熟悉的台灣味 那另外一點是我們的地點位於松山機場附近 那國境開放之後更多的光客來到台灣 他們的首選看到我們時候 他們會覺得說 這個就是來到台灣必嘗的風味料理 透過這樣的料理方式 其實我兩邊的客群都可以去吸收得到 因為外國人來到台灣 他就想要吃一點台灣的風味 但是這樣的主體燉飯或者義大利麵 又是他本身習慣的主食澱粉類 那對於台灣人 他想要嘗試一點西式的料理 燉飯義大利麵 但是我給予他的風味也是台式的風味 他就不會覺得說一下子跳太遠 因為我們團隊大部分都從 國立高雄參與大學畢業 那其實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想要去發揚台灣獨特的味道 或者是中式傳統風味 那因為我本身是學西餐的 那如果我就現在在想說 是不是西餐的料理 其實也可以融合進來這些台式的元素 中式的風味 那來做這樣的呈現 其實藉由台北造起來的這個計畫 我們從原本的夏綠地小吃醋的名稱 改為夏綠慶 慶入新皮的慶 希望讓大家有更多的暖心的滋味 可以在夏日裡面品嚐到 一綠清爽的風味 義大利麵店何其多 但結合中藥材風味的實屬特別 想知道香榮的滋味如何 來試過就知道 記者問句台北不到